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肯定是标准同样的 而且呢这个卫生也好控制 我就想到这个卫生怎么样 就有一台包子鸡 就是我们11台包子鸡 最上部分是树线部分 我们的树线部分呢 30秒换线 手饼一拉 把我们这一个树线的这上面一个盒子 把它搬下来 再搬一个盒子往上一多 再把手饼拉回来就解决了 第一步我们将和好的面团 放进我们的面斗里 第二步我们将线斗装上 放好以后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包子了 机器已经接通了电源了 我们现在这个树线方面呢 常做的什么肉泥线 豆沙线这就不用说了 菜线还是可泥状 所以说我们这个 鸡翅呢 对这个菜线形状保护得非常好 再一个我们讲我们树面部分 树面部分是包子鸡的主要 我们这11代鸡翅呢 那就是通过这10年 我对这个面点工艺的学习 与这个纸线的游戏结合 所以说我们这个设计带鸡翅 它的设计灵魂就在这儿 再下面呢就是成型这一块 你包子下来 要你画 对不对 包子不是有画纹吗 你做小的 做烫包 做小的十几克 我教你画纹也很漂亮 对不对 做大的我也能做 还能应变 这些年来呢 我们一方面呢 技术开发 产品升级 我们总共获得了 100多项这个转利 其中呢 发明转利证数是 拿到手的是39项 实用性型转利41项 外观设置 转利23项 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 率先在全国 做了第一份 全自动包子鸡的企业标准 那么到了2011年开始 安徽省标准化研究员 和我们市业合作 来制定一份 安徽省全自动包子鸡的 地方标准 那在全国也是独有的 2015年 我们编制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全自动包子鸡行业标准 2016年3月号 正式发布设施 这是包子鸡的 国家最高标准 也定定了我们 市业 在这个包子鸡行业的 行业地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